赞决赛第二场 下面介绍本场比赛的裁判员及运动员 本场比赛的主裁判 徐锦言 记录裁判员 范文涛 贾淑琪 运动员 婉同乐 郑宇博 下面比赛开始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 欢迎大家通过企鹅体育平台 观看2018小市中市台球国际大师赛分战赛 江西休水战半决赛 TV台的比赛现场直播 大家晚上好 我是苏新元 大家晚上好 我是张庆勇 本场比赛对阵的双方是准备上场冲球的 来自山东的球手宛同乐 对阵来自吉林的球手郑宇博 对 比赛 比赛采用33局17胜180分钟现实 在上一场半决赛 赵如亮17比16 战胜了张坤鹏 率先进入到明天的下午1点30分的决赛 晚童乐 今年28岁 来自山东 而且晚童乐呢 因为在我们今年的成绩特别好 他已经锁定了一个前半的名额 换句话说 他就不用再参加 12月份或者1月份 2018中世台九的国际大志赛 全球总决赛的中国区选拔赛 就不用参加了 直接晋级到决赛 我们看到这个地方 你们这些是一个人来说 他就用这个决定了 他们在海拔赛 这万 tür优holder 他就用这个决定了 所以我们来用这个决定了 所以我们仔细讨一下 在我们一旦的国际下 这个决定上 我们可以让我们也拿到 一正在 非常核心 Strong的 我们 我们 后 这一杆 如果进攻10号球的话 看有没有角度 白球横到5号球的右侧 做一个15号球右边的中带 看来角度不够 换了 十秒 两位选手也是继 今年年初 玉山的市锦赛的半决赛之后 再一次捧面 对 再来看看15号右边中带的白球位 高竿 先推 这个球发力灯 其实 倒不一定有一个特别好的效果 感觉个人习惯吧 我留了一个 钟颖波可以打我 直接从下面 咱得以后往上叫 61 同样的地带 可以打6球2 224 4 4 7 往下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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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 第一局终于播剩 比分1比0 谢谢 第二局终于播开球 一上来呢 完腾乐啊 也是 打到后面 射两颗球的时候啊 右边中带呢 有一个失误 终于播抓住机会 拿一分 第二盘呢 也是正一波的开球啊 大力炸 今天基本上 应该是一个 大力炸的一个基调 也为了避免呢 一些开球的失机和伪力 中带打进 下方9号球 这个位置合适啊 继续横向走 那叫上方的啊 左边 13号球 因为那颗花球的左上角 是被黑巴所挡啊 4号里边过来 叫中带 看力量 还没叫好 10秒 强行拼一个右下角 非常精准的一个下球点 确实也是不好打 确实也是不好打 在这个安球 中带位置啊 看看后面宛藤乐 会不会找一个机会 利用自己的6号球 去接力 把这个正一波 那个花球呢 借走 并且同时把2号球也带出来 你上来先控制局面 找机会再进攻 而且从现在画面上来看啊 如果说正一波 如果说正一波想要找机会去K 是特别冒险的 这条线从下往上 白球都是奔着中带的带口去的 所以说正一波这边 可能不太会轻易地主动去解决 这个问题 看宛藤乐啊 最好的机会就是找一个右边可以中带去接力的 先打进一颗上来 6号球 借一半啊 力量可以给足 2号球 能够同样的借对方13号力啊 盘出来 好球 先交2和后交2的一个区别啊 先交就先打这个 先交等于说 你就主动的可能会交到一个非常好的位置 后交就需要利用黄翼再向上 还是黄翼 小心把甲不要碰球 有点碍事啊 左手 下肝 下肝 准备好啊 准备好 第二局 晚童乐胜 比赞1比1 谢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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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拳 玩铺铺开车 铺铺开车 打击十三 十四 左边中带可以进攻 基本上现在花色的局面已经打开了 剩下球都是够下 可以单独交位 而且这盘八号也是稍稍靠 球在中央的位置 后面可以衔接黑八的一个中带球 现在看十四 它太薄了 一上来 这个仲宇博 失误 还有点多 强行进攻 上方的边口七号球 主角也是看到对方的十四号球 在左边中带的位置是不好进攻 所以说先打一个 不禁停戴口了 不禁停戴口 不禁停戴口 同样郑宇波这边也是利用一个抵带 绑住你的5号 现在双方在一个部署各种兵力 但这个郑宇波其实从他这个球的位置来看 他并不安全 因为这个5号球离左边下方抵带的带口不是特别近 他左边有足够的空间可以去交位 打右边的带口 10秒 10 这杆球接力接得太厚了 反过来郑宇波肯定是要帮助你的球了 帮进之后呢白球也控制一下让你不好打 先手跟后手之间有可能要有些变化了 9号传进 6号球的带口就被挡住了 白球再贴住你的6号 更难打 3号球再贴住 挡15也是没挡住 那现在是正一波 有上手的机会了 左边是向上的 叫11号中带 稍稍打厚一点 利用一点点的中立杆右塞 叫11右边中带 再用左边的花就向上 再来过渡 再用左边的花就向上 变成了一个9号10号 然后左边12号 右边8号就向上的调位 第三局 农夫山泉矿泉水 长白山的春夏秋冬 第四局 终于波开球 打的仗没有球进 打的仗没有球进 上来选球的话 上方花色 10号 9号球 10号 来看选9号 还是选4号 4号 单侧 5号球 还是有一点点向下角度 这感觉如果足够厚的话 可以利用低杆避开 当然感觉这个角度 有点偏大的 有可能要去撞 有可能要去撞了 闭不开了 现在7号 中单又没了 力量够轻 小华蕾 但也是要求准 这滑蕾 基本上跟正常进 差不多了 不是想滑就能滑的 对 也是要相当准才可以 实际上我们其实 平时也在说 就是打这种底带 从上直接打下来 打的这个左边 或者右边带角 然后吃另外一个带角之后 弹到它相对的 那一边的底带了 就这种球也是一定要打的 相当准才有的 那种球基本上在解球上比较多 对 打带角 解球 中带在轻推 反向的一个黑把底带 第四局 晚同有声 第三个二比二 谢谢 第五局 晚铜锣开球 前面我们其实看到过 晚铜锣是一个 真的啊 胆子是真是比较大 大家其实都在大立场 就他还在控制 是 这也符合他的特点 古灵听怪 而且他确实是在这个 技术冲球上 在前面TV台 其实他已经上过 然后呢 中代进球率相当高 所以说啊 他是非常有信心 通过技术型的开球 获得一个非常良好的 进攻局面 然后去得分 看中代能不能尽量的啊 就是轻轻刮五号 或者是避开啊 没问题 右边还有14号 9号 可以做一个先接 上方10号球 后面可以叫一个 右边中代啊 关键看这个白球位了 顶到黑八 这一撞的话 看看中代黑八还有吗 横向 12号 稍稍可以推一点右赛 这样的话 有机会可以先把10号球打掉 然后来回打底带 去调整一个黑八 如果说8号 左边中代够下 这个11号球 中代只需要较直就好了 那滴杆轻轻一点 左边拔好 有机会 诶 打得很咧 到雷 打得很重要 他在别门 恶 会 大 还 诶 这 诶 诶 谢谢 第五局 晚童乐胜 比分三比二 谢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六局 终于波开球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空散 低肝 发力 打进刚好交到一 最肝的话 一定用一号来尝试交二号球 换手了 直接从下面绕 左边底带 到位啊 对 左手的手感也是不错啊 直接向上推了 留二号呢 就应该是后面去调整一个黑霸啊 七号中带 高跟推过来 也是可以的啊 上边有五有四 那就是你要考虑你是推过来 还是低肝拉回去啊 推过来可能还好一点 还想低肝 小了 碗同乐就是打球会有那种 突如其来的想法 以及那种古灵精怪的那种 这个四号我觉得它可以扎一杆 不用想二号球 胎后干尾轻轻一扎 能够进的话 中带再一打 小伙子我觉得还是想法上 就他根本就没往那个地方想 个人习惯 十秒 用来了 这五号球 感觉又挡住了 三号球 secondary BAs 抓狗 后 等 card 小 messed 等 感谢观看 上方刚好14号 从上边可以去绕一下 现在这个位置感觉 12号就可能左边上方 直接现在都有的打 不正义波 这杆球还是有机会 可以从里面兜一下 再开 10号还能进攻 中弹要小心 下面的黑管 中弹要小心 10秒 延时 再走 看一下 有下吗 差不多 利用加杆可以叫下面 15号球的中弹 干法不要太低 留角度下下 轻轻的 角度合适啊 直接就低竿横向走 不可以叫同代 甚至于说横台 第六局 终于播胜 比分三比三 谢谢 谢谢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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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还是中弹 有求进 有求过线 下功夫了 人家 准一关四号球 下方黄衣 左边有的可以先交位 高跟往下推 高跟往下推 下方黄衣 10秒 真的 真的准 那么看这张 有没有想法 这角度上 需不需要去 利用一些低竿 将14呢 也带一下 这样的话 8号右边底 那也有下了 然后同时呢 能叫到 左上方的 7号球 太直 索性它就叫5了 最后用5条8了 最差 右边中弹也有 没错 稍稍打包一点点 轻推 5号球角度是关键 最好能够让白球 过中线 就较近点 这种球 这样你后面 5交8会更安全 中弹 第七局 晚童乐生 比分4比分 开球清单 谢谢 谢谢 第八局 终于播开球 这边正一波又是大力炸 没有求近 满东类似过来看一下 九号七号之间的一个位置关系 哪个球够下 什么角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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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K把局面都解开了 嗯 刮色啊 上手 再来看一下上方十四九号之间的一个过渡 好 刚才啊 这边能看满东类点了一下啊 左边边坑的位置呢 基本上也是后面去打十一最好的一个白球位 前提肯定是先用九号这边来过渡啊 角度留的不满意 发力等下来 还不错啊 嗯 那么这干十一叫十五的话 最好是交出一点向上的角度 打十五向上避开黄一 就叫做十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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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位置可以直接 从一六之间上去 高竿正常 找好角度 还是低竿高竿 第八局晚童乐胜 比分一比三 谢谢 谢谢 看着这个9号缓缓的过线 也真是替晚童乐 这个力量一炸出来 就是像要开出事情的样子 但人就是近 底达脑筋定颜色 左边14 这盘还是右上角的 这个9号就还是比较难的 晚童乐这边已经是在量了 叫一个左边中带的位置 有机会先去上方 将9号的问题解决 将9号的问题解决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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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要发力 过开键线再往下 将交到中线附近是最好的 好球啊 这准度 左边中带的12号球 争取多推一点 对过红三 从上往下 这杆球从下方 来看一下是不是走一个两库 叫同一个地带 需要加比较强的一个左赛 直接钻缝 这位置也抓得非常准 这一上来 碗通路的手感是真好 嗯 第九局 碗通路省 笔笔6.3 开球青台 官方暂停10分钟 10分钟未到判复一局 感谢 九万级球系 中十八球领导者 乔氏 荣誉出品 完美双轨设计 三年售后质保 超十年使用寿命 售后保三年 人工省九万 厂家包安装 九万级球系 售后保三年 人工省九万 销售热线 四零零 六零六零 一四七 转二 五零 五零 三年 verg 六零 向前 中国 六零 并 九零 大 救 估 alpha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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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赛继续 第十局 周围波开球 开样子还是依旧大力量 进不进 反正我这个开球时期 基本上没有可能的 花色球 单色球啊 就像那奔向春运的乘客 这顿挤也没挤进去 就是不进站 而且接盘球炸的花色还不错 是 很好地上手机会 十秒 那就看看在 这种啊 正义博开球还不利的情况下 宛同乐是否能够抓住机会 将比分优势扩大 好 先来看十五 这个角度可以接球定位 还有下 再来 可以低竿横向走 叫十二 太多 这样 拼上方的底带了 而且这个出竿的位置还有些别扭 小心不能碰自己的十一号球 自己稍稍制造了点难度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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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秒 五 四 三 中单又是没进 晚同乐 又是有一个上手的机会 十四号打完之后 白球尽量的不要贴近枯边 留住向下角度 能否直接对 较到它用杆来比量的位置 中低端发力 能打 最近把高杆 从B开始二 就可以从下方弹固再上去 有经验 这种球的打点单一 一旦出现静电 得不偿失了 对 十秒 延时 这一状 要非常薄才可以 能否两裤弹出来 或者是就算勾到黄衣 将黄衣勾走 小心 斯诺克 打薄一点 直接装黑发了 运气还不错 是的 右上角 底带 第十局 晚童乐胜 比分7比3 谢谢 好 对 对 敌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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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一局 晚托勒开球 第十一局 晚托勒开球 第十一局 晚托勒开球 这个时间段感觉整体的局面包括进攻 节奏都掌控在晚托勒手里 主要原因就是炸球这个环节 正义国一直不进球啊 而且在自己少有的上手机会的时候出现类似于左边中带的那种失误 没错 太多了 前面一上来 我印象里是第二盘球还是第三盘球 正义国就有一个不太打的球没有打得进 中带啊 第一个轻轻 这边一打完之后 右边还有中带啊 过来再看一下九号 看来九号 左边中带是没问题 打十五向下叫 十三左边底带啊 叫直 然后利用十三 叫九 向下 高杆推好了啊 杆法不要放太高 弹下边大概三比七的这个位置啊 三 再往上去弹 再往上去弹 没问题 有 这球是不是走小了 底带有吗 啊 如果左下角可以拔够下啊 继续利用低干 没问题啊 谢谢 第十一局 晚童乐胜 比分8比3 大家请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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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二局 终于博开球 不容易 终于开球有球进了 来看看正义波 上来先定颜色 单次二号 花色的话 九号球 很好选 你先从画面的位置来看 如果五号跟十一这边的位置没有互相的去阻挡 选花色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十秒 五 四 三 九号 五中立竿右边 开油线附近弹库起来 来看这杆球啊 小到十一 看角度推过来 有机会呢 可以尝试的先叫变过的十五号球 并且现在这杆球可以过来再看一眼 十五是不是可以叫十四呢 对 右边中带 那就需要低竿往回稍稍退一点 然后十四呢 下来再先接十三 一些向上的角度 不用强求低竿啊 八号 左中 左上 右下啊 三更大口肯定都是可以交位的 没有问题 看角度 支持向上 直接冲低竿往右边去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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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 第二局 终于博盛 比分四比八 开修青菜 谢谢大家 第十三局 满铜锣开球 这个运气真是 感觉好像 底带进 对 而且还是过线进球 算两个球次 那都这么说都富裕了 选球看看能不能选单色 因为刚好中带两边都是 单色挡了花色球 想进攻肯定是选单色的 而且附近有机会可以衔接 昨天有人在 这不像问我 说阿苏你看完这个 你说完这大赤赛 回北京 有没有打太球的冲动 怎么说呢 其实我心里边 我没回答这问题 因为我心里边觉得 没有冲动 回去我们玩的 跟人家玩的不是一运动 明白你的意思 就是我们在画面里看到 这些职业顶尖球员打来的球 可能平时呢 大家在球房里边 抢台费或者对抗 有些是不太容易打出来 可能会打出来 但是不会总有 人家 会失去一些乐趣 人家冲球 冲完之后 不管怎么样 起码你让你身心愉悦 在球房这种想法还是要少一点 我们冲完球之后 就觉得台费挺贵的 是服务员摆吧 服务员摆 有人自己摆 服务员摆 谁摆都一样 用三小架摆 不固定你第一个位置 而且球房的台 你有可能有磨损 上面有坑 对吧 它有一些地方就不平 你也扎出来这个效果 所以就没什么欲望 别强球 随缘 跟人玩的不是运 对 我们打的是佛系台球 随缘 刚才也是给出画面 这中带五号球 如果你有一个相望相机力 那就要借相当薄 这样的话 把七号球也是救出来了 或者说 要不然就大胆一点 稍稍给点力 用一个地杆横向走 叫六 然后呢 五号借完七 七号上到屏幕 左上方的带口附近 传了一杆 好球 看看这个效果 还能拼啊 因为那个点 要接力进中带 很容易这五号 就打到库边上 就是不好打 有难度啊 力量大不保证进球 好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感觉上近了 但是力量太轻了 没有进 9号球要求准度 然后我们利用11号球再向上过度 上方还有一个边库的12号球 两个难点 先打进一颗 我们先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可以从下往上 尽量做得离目标就近一些 交到时 基本上就是利用10号球一个比较近的12号球 较直较近 然后轻轻推就好了 8号球不需要较位 对 带口 夹肝 或者是侧身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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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问题 第十三局 众位博盛 比分5比8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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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四局 终于播开球 谢谢 开球 有球进了 看一下选球 右边中带的12号 上方 10号球 单色一上来 是不太好选 而且单色球在左边 黄衣7号球 也是难度球 花色是下半 有一个15号球 你这带口呢 稍稍 有点近 而且被对方挡住了 关键是 看有没有可能啊 上来先去用14号球来去定颜色 然后留右边中带的12向下 用中带的12号呢 白球向下 将对方的4号球 K走 或者是将自己的15号球 K出来了 14K推高杆两裤 直接低杆就是横弹 沿着开球线走 角度 太多了 那继续 打山坊底带 发力过来 看能不能带到 没有 够打的话 还能再K 利用低杆 利用左赛 从左边 向平的右边下方来K 还是够打 有 好 但是非常难了 白球又掉带 而且从这个镜头来看 黄衣有接力 对 没有完全挡住带口 对 上手到7 肯定是右边6号球向下来先接 然后后面找机会呢 轻轻一借 右边底带还有4号球 还可以再过度 轻轻一双 谢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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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通了 开球有球近代 这边开球还一直是比较稳定 来看一下 裁盘将摆球只取掉之后呢 一个两组球的分布状况 鼻端打进 回过来继续5号 这盘单色的分布位置还是比较开放的啊 上方5号打进下来用中带再向下过渡 4号标准备是比较好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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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 跟随时机会有我们接下来用中带来做卫降的一种周围门了 有向平摸左边的角度 监量不要去跟对方的边窟边的另外一个华球失散啊 发生接触 对 就说你撞一下 K一下 这张关键球 横向 打进即可 盘出来 不需要向很低的低端 轻轻打 很流畅 这球打在前面 那两盘 有一个个别球 确实还出现了一些失误 自己不也笑了 第十五局 晚童乐胜 一分 9比6 开球青台 谢谢 农夫山犬矿泉水 长白山的春夏秋冬 第十六局 终于播开球 王贵 先后射准 这一盘有球进 但是白球运气不好 大力开球 就是容易有一些不可控的因素在里边 容易出现问题 看这个架势 带一个左塞高杆 向上去顶这个7号球了 被青苔打 还能打 看横向能不能持库勾一下 将脚勾出来 或者现在的位置能够带着一些低杆 去刮7号的下半边 也能将9号往上去顶一顶 往上顶 它这个线路 9号是奔着库边顶的 还是右边撞 关键是 现在我们判断不出来 它到底是碰7 什么样的角度 对 能碰到薄 还是碰到一个碰不见 还是要奔户边去 这个位置如果顶机能给个机位就好了 严实 这个效果还不错 长台在拼 对 为自己赢得了一个拼的机会 这球 对他来讲 不是问题是吗 难度不大 真的 关键它准是吧 13推下呢 盘起来可以叫12 基本跟他量的位置也是相似 继续可以利用低杆右赛 沿着开键线右边 避开5号球往下走 这两位球员的准度 他们的火力覆盖范围 基本上是拳台 还是高杆两库 荒衣 对 这两位球员准度 加上今上午碰到 这个郑永波 于海涛 这都是特别准的人 基本上他们的准度 都是覆盖在全台任何角落 两米八 范围之内 无丝角 基本上 有球尽的 小力量拿捏的 所以我说我们个人玩的不是运动 你玩的是 首先这胳膊就不行 橄榄 就得换支 这次六局晚童乐盛 比分十比六 谢谢 谢谢大家 这是七局 晚童乐盛 这也是挺考验人的啊 嗯 骇要一个 直接就拿走 把球 骇放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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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十秒 延时 这两根过度的话 感觉还是没有叫特别好 尤其一上来的第一个选颜色 并没有叫黄衣的右边上方抵戴 那这根还需要用黄衣 向上的左边流中带 但是 不好啊角度 而且目前黑八还是这盘里的一个难点 从现在这个位置来判断 左边中带是不太够下的 必须提前做处理 或者后面留一个特别好的位置去刮下包边 最好的还是提前 比如说我机会现在打六 起来 将十四位置稍微带一下 不打上面有七 再过度 看力量 弹起来 没问题 这个应该就是他要的位置了 要顶黑八叫六 刚才应该就是没叫好 解力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想法 但是没有解准 所以我开始解决就会这个意思 和你双坝 也是一人 earlier 还要到他 所以我发现 好 那你怎么做 因为很多练习 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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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秒 反塞过来看9 角度合适 可以利用一些滴干 把15号这边往外带一带 最好能可以到15号的下半边 同时能较到13 直接叫位了 向下轻空 看准度是不是还那么稳定 白球区要往前再走一下 不能停住 轻轻打 再来 角度合适 高杆推弹起来 刚好可以叫到14号 现在屏幕右边的底带 回过来看角度 底带时宜不好 叫给叫中带 叫直一推 8号相反底带 再来 还是要看准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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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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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办法持续进攻的这个机会 还有就是对手现在啊 他这个开球的进球率相当低 要轻推了 前面鱼杆比这个稍微再难一点的 右边的黑巴停在带口 那一杆打完之后 感觉我们俩都觉得可能要近了 对 挂了一下带脚 就正常来讲 力量稍微再大一点点 也能掉下来 但是就是普遍部也正好 巧了 对 我看错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完美双轨设计 三年售后质保 超十年使用寿命 售后保三年 人工省九万 厂家包安装 酒吧集球器 售后保三年 人工省九万 销售热线 4006060147 转二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原自英国百年手工制钢工艺 碳纤维仙角 11.5毫米特制钢头 比酒球杆更具准度 比斯诺克杆更易发力 波次杆 我至爱的武器 波次杆 工学和 中十八球 波次杆 公式球杆开创者 波次杆官方服务热线 400600147 在训练场 在职业赛场 以球员反馈 制定盈克标准 专注黑霸 赢家选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专业教练视频指导 系统化训练课程 训练数据全程进入 快速提高球技 每天两小时 三个月清牌 加闻热线 185-1588-5147 农夫山泉矿泉水 农夫山泉矿泉水 比赛继续 第十九局 满铜锣开球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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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说咱们算上今天的比赛 TV台已经打了40场比赛了 满铜勒应该是诈情最多的 没错 现象级的发挥 这种发挥基本上可遇不可求 没错 诈情王 我感觉非满铜勒莫属了 上一战比赛 刷安山是他 实际上不是 现场有人的铃声 手机铃声 这时候应该提醒他们一下 角度合适 利用滴杆 就算轻轻带着一点点的 十号球的右边的包边 没关系 因为十号刚好顺势 像左上会轻轻刮一下黑发 等于左下方里面应该还是够下的 可以过来 没有问题 双方九号过渡 关键一干 不要被这个五号或者黄一挡住 看角度 比较直的话 利用滴杆我会退一点 看来角度有点偏大 这干球十号的底带 有可能要变成中带了 继续 继续 提供我会退一点点 第十九局 晚童洛顺 比增十二比七 开角轻牌 谢谢 谢谢 第二十句终于不开球 这一盘榨球球进 但是局面上不够好打呀 一上来定颜色 六边中带六号球 左上方二号有机会可以把黄仪解开 左边中带下方七要叫一个非常好的位置才可以 再往下看 四五就变成一个叠加球 好不容易上手 但这局面总是让自己耗费精力 十秒 比赛是三十三局 十七胜 延时 单干限时那是四十五秒 延时三十秒 滑球过来一K 也是没有再开 这时候我觉得这颗一盘还是要稳一稳 不要着急 不行就控制局面 做防守 看看能不能通过一些中盘控制 把对手的手感也是磨掉一些 现在碗同乐的状态太好了 而且炸就根本就全站在他这一边 包进基本上 而且局面还比较不错 十秒 哎呦 果然 就担心他这样打 大力一打 很容易把对方局面也打得特别好 而且郑宇波这一单延时叫得有点早 其实这个时候我觉得运动员还是脑子里边有一些杂念 所以说干扰了他们正常的一个思维 因为在你正常的初干四十五秒的时间里边 你可以等到最后五秒再叫延时 如果你一上来叫延时的话 等于延时从那个时刻开始 这个时候其实脑子里还是有杂念 所以说如果说对这个规则 或对这个细节不太了解的求手们 他们会觉得为什么我叫完延时之后 反而时间还短了 就在这 延时 就是他不会管你剩了多少时间 只要你开始叫延时开始 就开始算了 就算三十秒了 中的还是没有传进 看看九号有没有漏 如果漏了的话 这个按钮就正有没有机会进攻 我这个非常规的打法 带了个半跳 我这个非常规的打法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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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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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不会走一个三到四库啊 就是优赛高干乏力 感谢观看 不算好啊 最起码这一K的话 上方五号不是好打球 有机会可以利用 现在这个角度啊 比如打六号打薄一点 刚好撞到十号球的 整颗稍稍靠又一点点 十号向上再接着撞五 间接的一个组合的K球 因为你就算勉强叫到上方 打五 左跟中带 往下叫四也是非常难的 五 四 三 二 防一个不打了 防得也不安全 至今晚 至今晚 至今晚十四啊 至今晚十四啊 至今十四啊 有得拼 而现在正一波肯定是要 放手一波啊 运气不好 开始运气 然后京东上还总是出问题 我们能顶住压力啊 打进长台 准啊 看白球好不好停 有没有接力 如果是有接力 不好停 可以稍稍借点力量 然后带点滴杆 方便叫下方的十二号地带 这运气真是啊 这运气真是啊 过来又挡住了他的进球的一个线路 就正一波为什么发这么大力 一个是白球停在那里 另外又是将六号球打走 这运气真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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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运气真是有这个人 看样子应该是没太想进 是 因为五号球 因为这个 四号就正好在他前方 做防守 养一竿带口 做一竿 随手一打 力量还不小 结果进了 缝隙中间会不会漏球 直接打不到 扫库片 能够扫进的话 刚好有机会 可以叫八号左边中弹 小力 有把握带一些左赛 没有把握 直接就是高干 比较大 一分钟 叫八号 没有把握带 轻轻打6 把这往上放 就用6号就来去防一干 10秒 5 没有颜色 3 2 1 白球 白球 效果还算是不错 在没有延迟的情况下 挤成这个样子 还是在带口 自己的一个花头球 是的 爸爸 对 这样的话有底带有中带 看一下摆自由球 两边底带刚好 简单交位就是打劲横下往屏幕右边一走 八号中带 第二十句晚彤乐胜 一分十三比七 谢谢 谢谢 第二十一句晚彤乐开球 这开球中带不进 好了 过线这颗球进了 真是好 这个就是炸球运气 今天是目前来说没得说 满分 也无外乎怪不得 这个晚彤乐目前是一个 炸青的次数最多的人 这样的一个开出进球率 而且好的局面支持你去打光 并且他还是能力强的人 选花色 主要要考虑 主要要考虑右边中带的九号跟六号相贴的位置 自己的一些颜色球 找机会去带一下 从这画面来看 中带是不太够 过来看一眼 够后面有机会叫位 不太够就一定要去刮一根 看效果 还行 上方十一有的薄 下方十三 有的打 而且看看 如果要打十三的话 有机会顶一下十二 将十二向屏幕的左下方去K一下 也可以继续进攻 左边的底带 请不吝点赞订阅 这根球是 比分领先比较多 打得有点放松了 我群共勇地转发 我群共勇地转发 10秒 5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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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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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7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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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8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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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时是在出竿45秒的基础上 再加30秒 不管什么时候喊延时 总时间都是75秒 这边也感谢裁判团队的支持 以及纠正 换句话说 无论你什么时候喊延时 你的总出竿时间 都是在75秒 又出现了本局当中第二个失误 把整盘单色就最难的就都处理完了 感谢裁判团 第一局终于博盛 比分8比13 谢谢 第二局终于博盛 两组花色 搁进两课 这边就上手打4 其实个人感觉打5条2 4下来 可能相对更简单一点 郑宇博可能也考虑到 8号球在右面中在上方 就选择上来去拼这个4号球 现在满通的来接管台面 同样 他也可以把2号球留到最后 去衔接8号 有信心可以直接打4 低竿横到屏幕左边去叫3 推竿的做赛 看准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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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赛多一点都可以 右赛多一点都可以 带准多了 第二十二九 晚同正胜 比分12比8 14比8 中文字幕提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回好运气应该没有了 开球失机 明镜与点点栏目 应该可以借力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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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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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签到带脚底了 现在选五号球可能稍微有一些牵强 如果选花色球 三号五号中间的花色球 是整盘的难点 十秒 五 延时 这个角度肯定比我们看的角度要大 交干位控制白球的流向 想去一干 做到十二号 要带开十号球 你回来了 角度依旧向下 想叫好位必须要发力 从下边弹壳上去 还能再调 擦白球 轻推 中边中带双方车库弹起来 叫十四 白球 好 好 好 白球 这个位置不算 有点厚思诺 看准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四季 上一盘版同乐的冲球是开球时机 这回呢他再次冲球的时候调整了力量 先来看雪球 9号左边 11 12 尤其11 右下角有下 这盘花色整体还是不错 单色呢主要问题就在一个7号角的位置 上来花色13号 还是很准 打14 你用低竿多加一点点左侧的旋转 有机会的话可以争取 先过来去调湿液 就在这 打10 而且目前这个8号球右边的单独15号球 其实这个位置感觉它其实够打上方的带跑 但其实在白球交位上还是要稍微精细一点 它的附近的衔接球比如说11号12号也是需要教育非常好的位置 首先来看这盘10号 有机会可以从右边直边后下方底后高竿走两个过来 叫一个9号左边随右边底带这样的一个交位方式 1K 效果不错 而且刚好可以打12号上去 先叫这个15的左上角底带了 没问题 来看缝隙中间 有没有看到9 能看到就先打 没有看到 没有看到 不错 没有 这根白球没较好啊 嗯 再一K 主动打底带 而且白球是横向要去顶二号的 如果准度足够呢 可以打得进 八号球右边中段还能拼 这些力度也刚刚好 第二十五句 晚童乐胜 比分十五比十 开球心态 谢谢 感谢观看 第二十六句 终于拨开球 缝隙中间四号球 左边底带 轻腿弹起来继续 反手回来 五号 角度向下 可以高杆弹下边底扣 右边的边扣方向上方走 而且现在八号球的位置 也是很明确 很直啊 低杆拉回来叫中带 八号基本上只可以交右边下方的底带 和左边中带 这两个带口 好 三号终于拨打 要有点 高杆弹下边 空的掌握 10秒 严实 上方还要偏准度 没问题 再来 第26局终于播出 比分11比15 开始清白 谢谢 谢谢 第27局 这个球炸的 中代界两颗 有求过线 来看单色 只要晚同乐能够稳定地保住自己的冲球局 对 拿下比赛的希望就很大 对 只是时间问题了 有机会从下往上 兜红三 反赛过来 留角度打五 肯定还是要带的 这盘球 只要红三能开出来 并且有一个非常好的军功的位置 这盘还是有希望再拿下 1K 中代刚刚好 而且这个时间都能感觉到 晚同乐 有点挡不住的意思 确实局面太好 心气也高了 炸球 基本上盘盘进 这个位置反手打刺都行 4号 2号 然后黄移 8号位置非常开阔 两边底带 两边中带 炸球 感谢观看 看角度 有把握就稍稍给点力量 右边边空弹起来 把握主要往底带 比较直 低端减速打进好了 没问题 第27局 晚童落胜 比分16比11 开球青台 观看暂停10分钟 10分钟未到 攀复一局 感谢观看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高科技设备 辅助训练 专业教练 视频指导 系统化训练课程 训练数据 全程记录 快速提高球技 每天2小时 3个月清台 加往热线 18515885147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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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